原标题,长沙人注意,这张50元千万收好了,价格暴涨,赶快回家找找大家用的最多的最常见的绿色毛爷爷最近价格飙升呢,赶脚又要发了,这个并不是普通的50元,我们平时用的50元人民币大多数都是2005榜和2015榜,如果想要大发你手里要有的是1999版的。 这版50元人民币究竟凭什么可以升值一第五套人民币1999榜,在发行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就开始收回,并立刻推出2005榜,而且经过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后,就基本成功地完成了换版工作,整套流通时间之短暂,更换之迅速,可谓是中国货币发行和流通历史上的一个奇迹。 2. 市场普遍认为,99榜作为正在流通的现版人民币,数量大,过早收藏占用资金,不具备收藏投资价值。 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,市场突然有人关注99榜并持续升温,2010年下半年,市场又传闻99榜要封库,各种消息推动其价格不断走高,行情发展之迅猛,几乎出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。 那么99榜人民币有什么特点让钱币收藏者未知疯狂? 市场普遍认为99榜是错榜,300,400及2005版的各面值值币票面或背面都印有一批因为免值单位的, JL角或一文元。 当99版推出时人们发现99版的所有票面中,并没有出现一文元的标识,这便引起人们重点关注。 2011年初人民银行将99版封库消息溢出,把整个99版的行情推到了阶段性高点。 而99版人民币中最值得收藏的即99版50元、99版20元、99版10元和99版5元四个券碟。 其中,99版50元更被视为第五套人民币中的帝王。 为何1999年50元人民币被视为第五套人民币中的帝王? 依1999年50元作为第五套人民币最早发行的帝种,其具有较高的历史意义。 二、发行数量最少,后又被迅速收回,物以稀为贵。 三、受到钱币市场关注。 唐家玩有关注热度只增不减。 其具有收藏价值和升值潜力。 悄悄告诉你一个50元的小秘密,大家可以找找看呢。 不说了小编要翻方有没有你家有吗? 来源华商晨宝ID HSCB02496128 综合沈阳网、网络等编辑研研点 ZN就能找到绿色毛爷爷。 根本买会员